上班這檔式 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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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惡靈了 我好無奈 妳也遇到惡靈了嗎 我覺得晚上 真的有聽妳說 有一點小小的聲音 有時候隔音沒弄好 就會很敏感 再加上如果她的作息 跟妳不一樣的話 那麻煩大了 像我自己好了 我大概是三四點睡到十一二點 所以如果說七八點起來 大家吵我無話可說 那也是我自己要這麼晚睡 但是妳三四點在彈鋼琴 真的假的 三四點 對 就是我快要睡的時候 她還在彈 可是她有一種惆悵 會不會 喝了一點小酒 自己在那邊 我覺得這蠻令人困擾 但是困擾我很久 但是我不好意思吵 去那個 後來她離開了 對 是哪一種離開 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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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覺得像不好這種 你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說 真的 對 而且可是 她也是人滿好的話 妳更難說了 就是因為人滿好的 還很有氣質 氣質妹 真是的 那妳要叫玉琳哥來處理 薛老師什麼 對不起 打掉她的鋼琴 對不起 對 她說最近有沒有吵到妳 我要參加進階考試 什麼有沒有 這種其實滿無奈的 對 這個有時候會吵到人 也不好意思說 像妳大明星 如果妳真的要什麼不愉快的話 妳好意思去講 我是真怕吵到別人 什麼事你都玩紅燈的 我范范表弟最近來 就拉小提琴 Brian 然後他又是美東時間的 在那邊練琴 那就是我看蠻強的 所以我就覺得 我會為那個表弟不好意思 我覺得Brian 聽他的小提琴是享受 那種世界級的 對 有些彈得不是很好 或拉得不是很好 那才叫崩潰 真的是崩潰 而且卡到同一個地方 來 過不去 對 過不去 那個關卡 今天又是指 大家難眉都會碰到 跟你生活習慣 不一定能夠合拍的靈居 也許你自己是別人的惡靈 你不要老是罵別人 沒有錯 今天看了這些出現的話 搞不好就要自信 先討一下 要自我反省 好 我們來歡迎今天 分享故事的來民 第一位 尊親慕靈的代表 是他們寫的 也是 各位 惡靈居 總是讓人恨得牙癢癢 又吵又鬧的惡靈居 讓我向您說聲 虛 歡迎 歡迎 虛 歡迎沈公玉玲 下一位 什麼人都能惹 千萬別惹他 江湖喵喵成 孝誠哥 大家好 我是 姿妹善悟的 胡孝誠 面對地獄來的 方琳 用對方法 可以把他打回地獄 如果用不對方法 你會上天堂 那你就是現代炎羅王 打回地獄 好 下一位 有他做的鄰居 應該覺得很開心吧 我們要歡迎仗義職員的Julie 歡迎Julie 我鄰居一點都不可怕 和我做鄰居是超幸福的 歡迎Julie 下一位鄰居間的好朋友 是議員陳彥博 嗨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個好鄰居 真的是會讓你上天堂 但壞鄰居 就讓你每天生活在地獄裡面 但是千金難買好鄰居 真的 有時候好鄰居 這個是變成是祝福 你花了幾千萬 買了一棟豪宅 對 旁邊住了一個壞鄰居 對不對 你怎麼受得了 你那幾千萬 就一點意義都沒有了 品質都沒有 對啊 有時候 居住環境旁邊的品質 會增加那個房價 對不對 一定的 而且之前我們有討論過 租房子的人的理論 叫得最大聲就是指 有惡靈的時候他可以搬走 如果你房子是買的時候 好不容易賺個錢 買了一個永久居住的地方 那真的慘了 那就麻煩了 對 名是惡靈嗎 其實我也蠻疑惑這個問題 因為我住過一個地方 老實講 那個房屋蓋得很好 那個更金水泥也蠻厚的 但是不知道怎麼搞的 就是我隔壁 經常跟官網會反應 可是我自認為我是不會去製造太大聲響的人 偶爾你說 那個狗會在屋子裡面 可是也是跑來跑去而已 那他是住在隔壁 到底人跑去 會影響到樓下的人 那或者就是我跟我老婆聊聊天而已 那我就懷疑說 他是不是聽瘋者 對 他耳朵好靈 梁朝偉 梁朝偉 他靈到什麼程度 他靈到 他在去那個姓省的他家看 他們家的狗又在跑了 確實我們家的狗在跑沒有錯 可是他為什麼隔那麼厚的一道牆 他也能聽得到 那時候養的是拉布拉多 那也蠻大隻的 對 但是那個 還好他又不 也是軟軟的 有爪子聲 對 可是應該是影響樓下的 怎麼會搞到隔壁去 後來我們是在忍無可忍 我就說 就告訴他說 我們是不曉得我們這個問題在哪裡 那我們也留了電話給他 說如果你隨時聽到有什麼聲響 打電話告訴我們 那也許我們可以 就馬上停止 你所指控的那樣的行為 所以誠意十足吧 可是他真的就是有辦法 有一次好不容易 我那個 南部的幾個同學來我家 那我們 跟他坐賊一樣 南部的同學那家藝人 我們見面就是熱情嘛 那時候已經晚上11點了 也不算多晚 因為也不是凌晨一兩點 然後我們在喝啤酒 喊全來喔 沙沙 壓抑 壓抑 喊 你們在外面月草酒酒 不能這樣啊 換腳 好可愛 好逗地喔 聽風者打電話來了 又來了 已經壓抑住了喔 沈先生 你不要在那邊沙沙 東來了 不要在那邊喊追求 我說壓抑成這樣了 那後來我沒辦法 我就只好認輸了 那就真的他的耳朵太領了 他應該回我 我的情報單位吸收 去聽人家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電報的那個聲音 連沙沙都會被聽到 你現在這樣講 他還在你是鄰居吧 我已經搬你那個地方了 那個在饒河間那裡 我現在已經搬到內湖了 壓抑成這樣 真的用這種聲音 但是有的時候 你遇到惡鄰居 是沒有辦法啦 我一個朋友他們住五樓 然後那個 斜對面就是鐵工廠 一樓 然後連稱出來變鐵工廠 那個好厲害喔 每天在那邊大小聲 人家鐵工廠吵起來很嚇人 那我那朋友呢 就尋法律途徑 打電話給環保局 可是呢 對面的鐵工廠 彷彿能通靈一樣 他永遠有辦法在環保局出動 要到底達他們鐵工廠的前十分鐘 就停工了 對 每次就都停工 又或者是本來那一槌 很大聲要下去的喔 拿環保局的人來說 看他也沒有在幹嘛 然後聲音也很小聲啊 然後分貝一兩 六十六十五 還打電話去給我那個朋友說 欸 你不要這樣 每次都要這樣子 人家也就六十六十五分貝 這不構成那個 噪音那個防治的問題 檢取了二十次 一次也沒用 那有限人喔 那邊應該是 但是我們不便多做 這種陰謀論的揣測啦 陰謀論 孝哲哥你有碰過惡鄰居嗎 我有曾經看過一個 號稱全台灣最糟糕的惡鄰居 他在南部有一個 一個中年婦人 他就住在那個 沒多久之後 後來左鄰就發覺到奇怪 我們家的蟑螂怎麼 小牆變多了這樣 然後呢 右舍就發覺到什麼東西了 就是那個老太婆 老太太一打開門就發覺 這麼比貓還要大的老鼠 有沒有 比貓還要大的老鼠 後來之後 又聞到一些奇怪的異味 最後情況是怎麼樣 最後是 就請警方來 還包含里長 後來就強制進入了 進入之後打開一看 哇 我跟你講 垃圾 我們的福德坑垃圾場 都沒有比他來得髒亂 最後的時候 就請了很多社工來處理 怎麼處理呢 當下的 聽說統計的 找到的小牆有超過一千隻 對 如果呢 那個老鼠 有一百多條這樣子 然後就這麼一清理完之後 造成小牆跟老鼠 骨肉分離有沒有 天輪悲劇就出現了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要奉勸很多的那個 壞乾淨的這個民眾 不要這樣搞 因為你會被罰錢 真的 可以罰他 可以罰 依什麼法呢 環保 環保其實他本身來講的話 你製造髒亂 對 而且你有可能是 老民了 因為你有蟑螂跟像這個老鼠有沒有 他可能會有 具有傳染病 所以這個部分上面來講 依法可以開法的 哇 對 Julie呢 我遇過其實有兩個例子的 惡鄰居 其實我也已經搬離那個地方 所以現在都可以這樣 大家都會趕快要別氣 可是現在的鄰居 是以前的 其實我遇過一個很奇妙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大樓裡面的店 是公共用電 是大家貪的 對不對 所以你審我審 其實也沒有什麼用 反正大家都要用 你知道那個電梯一出來 不是有那種燈嗎 就有人特別喜歡關那個燈 對啊 是不是 一關它就是暗的 你知道 有時候 你手裡剛好提的東西有沒有 然後電梯一打開 整個暗的 你不知道往哪走 我就活生生 有一次就拿著東西 一出門直接撞到牆壁 因為我們其實這樣 一出來的地方是四戶 那四戶中間它還有擺一個架子 我直接撞上去 因為我那個手根本來不及 所以去找那個開關 後來我只要一開 很奇怪 我關上門以後 我再打開它又關掉了 我就覺得說 它是不是每天都等在那個門口 等我回家 因為它知道我會開那個燈 你有沒有可能下次你再去開發 它就站在旁邊這樣 是呀 都帥了吧 而且我其實 我們家那個電梯又不是那種 百貨公司不會叮啊 它想看你吧 搞不好 對啊 那我也不知道啦 那一定要開燈看啊 幹嘛關燈 關燈看 比較有感覺 開燈看嗎 幹嘛這樣 有的女生一開燈就完了 你看見光 之類的嗎 會不會是兇宅 沒有 旁邊真的有人住 我知道他們是住了一戶 非常節儉的人家 他們真的很節儉 妳就認定就是那一家關的 因為我跟你講 我就站在那個門 它關了 我就進門對不對 我就把它開開了以後 我就關上我家門 我只一打開 我就根本就看到那個人在那裡 所以我就說 你根本就是在等我吧 有沒有 會不會是它是偷電 因為你一開他們家就 因為它又沒電嗎 它人家就跳掉 因為是公共的 我先分享一個 因為我們在工作 在外面外地租房子 可是租屋的地方都很小 跟鄰居很近 然後我之前遇過一個 餓鄰居是 牠有養狗 其實我養貓可是 我並不討厭養狗 可是我覺得是主人的問題 牠每次狗狗在屋內 如果大小便 牠會收垃圾之後 牠怕牠自己家裡臭 因為夏天 牠都會先放到我們 因為我們就兩戶嘛 放到樓梯口 放在 看我很近的地方 可是我下班之後 就聞到那個臭味就很臭 然後可是牠如果忘了丟 牠就會一直放在那 因為牠等收垃圾的時間 牠會去丟 可是牠忘了牠就一直放 牠就會一直累積 一隻累積的越來越多 等到滿了 牠再去一丟 然後跟牠講都沒用 然後帶狗 牠說那我會帶狗出去大小便 可是公狗 一到電梯的毛 又開始抬腳 又開始尿尿 然後尿完牠說 這位沒辦法清啊 然後我們那個電梯 有一個塑膠墊 那個尿會滲進去 滲進去 你要怎麼清 要等那個清潔工 可能一個禮拜來清的 那一次才會乾淨 我們整棟樓都是尿燒味 最近 然後狗呢 大便牠會收 但是常常就有那種尿燒味 沒有辦法 牠不會收 所以我們常常遇到這種狀況 另外一個就是 那個現在養狗還好 最近幾個案例是什麼 你知道嗎 牠養雞 在公寓裡面養雞 你知道嗎 那你狗呢 比如說你像玉琳家的狗 就是在你們家的附近跑 對不對 那等一下狗叫的時候 玉琳就說不要叫 牠就乖乖的不叫 狗可以這樣受管 但是雞 到半夜 不是要說半夜 清晨的時候 牠自己會叫 而且就叫鼓鼓鼓 而且在叫那個聲音 就像現在這樣的聲音一樣 牠就叫很長 而且牠不會一直叫一次 然後晚上牠變 爆爆爆 變這樣 雞的聲音是有分十段的 對 你工作室養過雞 後來受不了 後來受不了 那到最後能怎麼辦 因為你只要請道德勸說 因為你要去測 你要去測 半夜清晨 你叫環保局人 那邊窩一兩個小時 等那個雞叫 有時候又說不過去 所以這個時候 很奇怪 最近很多人在公寓裡面養雞 我不知道他們心態 到底是什麼 對你來說 可能產生的問題是什麼 我跟你說 衛生不好懷孕 真的 很討厭 衛生不好的年輕 你知道小馬爾基斯 我承認是很可愛 可是你不能每一次 一蹭我再跟人家講話 或拿信 那個狗就進來了 而且牠是會隨地大小便 然後我又要每次 剛開始我都要裝說 好可愛好可愛喔 你知道到最後 我已經講不出來了 因為牠叫我衣櫥尿尿 好可愛喔 因為我的是開放式的衣櫥 牠就跑進去 牠就很喜歡來我們家 然後牠主人還要講 你看我兒子 好喜歡來你們家玩喔 我說對啊 好可愛喔 你下次可以讓牠家的衣櫥去尿尿 你叫牠自己本人嗎 我嗎 我自己嗎 你叫牠 要不要派別人 要不要叫凡哥去比較棒 對 凡哥現在等了就咻 就這樣 那連凡哥會放得比較開 對 應該趁凡哥喝醉返嫁說 去去去去 因為這一招應該是 我爸學上過 因為他不去尿人家衣櫥 往往裡面尿自己家的衣櫥 喝醉酒的人都會這樣 我有一次喝醉酒 是回家打開衣櫥 以為是馬桶 就繼續就尿下去了 避免到 避免到 因為都是我老婆的衣服 對 但是我講這種衛生不好 環境髒亂 就是你啊 不是啦 那個是喝醉酒的時候 我以前遇到一個惡鄰居 他們是一對夫妻 每天都在吵架 在吵什麼 吵說誰要整理家務 那個年代的隔音穴子不好 就每天在吵 就說那個你整理 然後他們往往就把那個垃圾 一帶一帶就堆在門口了 然後也久久不處理 那這裡不打緊 也許很多人都遇到過這種狀況 有一次他們夫妻倆在家裡面 好溫馨喔 在那邊吃麻辣鍋 各位 我當時老做了人生一個最痛苦 就決定 把鍋子一打開 怕死人妖怪 他不就是正合理義 你就在找 因為我隔天要入恐怖箱 是真的 請注意 不是只有看得見的 才是惡鄰居 以前我住的老家 就是很奇怪 這每隔一段時間 就有人那個彈珠的聲音 掉下來的 對… 我有一次忍不住了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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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真的遇到 後來 你看不到小孩子在玩 可是我們這集是叫惡鄰居 但是我講得通 衛生不好 環境髒亂 就是你啊 不是啦 那個是喝醉酒的時候 我以前遇到一個惡鄰居 他們是一對夫妻 每天都在吵架 在吵什麼 吵說誰要整理家務 那個年代的那個 就每天在吵 就說那個你整理… 他們往往就把那個垃圾一帶一帶 就堆在門口了 然後也久久不處理 然後這裡不打緊 這也許很多人都遇到過這種狀況 有一次呢 他們夫妻兩個在家裡面 好溫馨喔 在那邊吃麻辣鍋 然後吃完麻辣鍋以後呢 又聽到他們在吵了 好像說 誰要去洗這鍋子幹嘛的 討著生子不休這樣子 然後多久我聽到門打開的聲音 然後叩一聲 我今天早上就發現說 唉唷 他們怎麼把吃剩的麻辣鍋呢 好大一鍋喔 還有蓋子這樣子 就擺在門口了 連續三天四天 我每天回家都看到那一鍋 就在那家門口 夏天又熱 什麼事啊 有一天 我回家的時候 不誇張 我走路的時候聽到 砰砰 砰 我踩到什麼啊 一看 黃黃的蛆 蛆 蛆 蛆蛆 蛆蛆蛆 那個區域的屍體 然後走走 他為什麼不處理啊 然後各位 我當時做了人生一個最痛苦的決定 因為我懷疑那個區 因為就沿著鍋子附近嘛 我 捏住鼻子 忍耐 我把鍋子一打開 怕死人夭壽滾 竟然有辦法整個鍋子喔 你看不到那個麻辣鍋的那些料了 滿滿的鋪得密密麻麻的 一層又一層一個黃顏色的區域 在那邊鑽洞 那個鍋子麻辣鍋 然後放到漲區啊 那不就正合理義 你就在找區嗎 因為我隔天要 入口入鄉是真的 我先住在那個地方 因為我們的隔壁鄰居的話 是住了四個大男生 你知道男生的那個 有時候那個夏天的時候 那個襪子腳很臭 然後他們很喜歡 有個壞習慣什麼 就是把那個襪子 因為那個襪子的白色 快變灰色 然後他就把那個襪子 就掛在那個鞋子 就掛鞋子上面這樣子 你本來放到你的門口 也就算 就有一天的時候 我就這樣打開來 一開始 因為我們打開門的時候 不會第一個開始地下 一開始就聞到 奇怪怎麼有刺鼻的一種 你知道香港腳那個味道 那個味道實在很難聞 然後我一走的時候 又踢到東西 我就看到那個 一個襪子在我面前飛過去 就飄起來的時候 我差點沒有昏倒 為什麼 因為真的很臭 很厲害 後來之後我就在那邊看的時候 發現你知道 男生球鞋喔 他不洗 看起來就是黑不拉雞的 然後髒髒的這樣 我看到了 就是那好幾雙的那個鞋子 所以堆得很誇張 我後來算了一下子 平均一個男生的話 大概有三雙鞋 那他們的所有的鞋子 全部擺到外面 已經...門口已經擺不下去 已經擺到我的門口這邊 擺到你門口 有時候有時候不小心 還會穿錯 穿錯鞋 穿到人家盒來董布 穿腳臭的人都會崩潰 對 耳心很噁心 後來在這個部分上面來講 我沒辦法用那個誰的那個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裡面 啟動那個髒亂的這個部分 但是因為它堆太多 我用什麼 我又改用別的東西 它阻擋我的逃生通道 我用這種方式去報警有沒有 然後去處理他們這樣 因為鄰居講了這麼多 最怕就是你不好意思撕破臉 然後還要再碰到對不對 有沒有別的鄰居的人 Jerry呢 就是我要講一下 就是之前我們有個鄰居 幾乎讓我精神浩弱的 毀滅倒數 就他們家裡面 然後就有一個爸爸 然後有三個小孩都非常的皮 然後只要一下個回來的時候 就會聽他爸說 去洗腳 5 4 3 然後就吃飯一次 上桌 5 4 然後吃完飯 收筷子 5 4 然後洗澡 然後就... 到12點的時候 那你要接到他來電視台當FB 他很適合幹這一行對不對 結果就是他了 然後結果我要睡覺的時候 他們在看電視 然後那時候我們也在看電視 然後說關電視 5 4 然後我們之後就覺得 我們之後也要關掉 結果我們大家整家人 都搞得很緊張 這就是我們惡靈裡面的第一項 噪音不斷磨音傳達 光這一點就會構成你那個房屋 沒辦法脫手了我跟你講 因為隔壁鄰居是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那會崩潰 我是碰到一個惡靈 那個就在對面 第一個晚上我就後悔我租這個房子 他在幹嘛呢 吹小喇叭 而且感覺像不是很醒的樣子 半生不熟 小喇叭不會吹的話很難聽耶 會吹吹吹吹吹的聲音 有夠噁心的 有夠難聽的 整個晚上 有一天我實在是人無科的 因為是一直到了凌晨3點 都還在那個 到了白天的時候 那時候禮拜天放假嘛 我才去按門鈴 一打開 傻眼 原來不是一個壯碩的巨漢 竟然是一個清純可愛的小女生 我怎麼會 吹小喇叭的小女生 吹著小喇叭的清純可愛的小女生 那我一直也就心軟 然後我就說奇怪 那個是有點吵啦 但是也沒關係啦 你應該是那個音樂科系的吧 果不其然 他就是音樂科系的 主修鋼琴 副修小喇叭 多衝突 那鋼琴可以在學校練 那小喇叭是必 我說那你 你應該找空曠一點的地方 因為這邊是住宅區 那個會很吵 他說 我不是沒有在空曠的地方練過 他跟我講一件場案 我就同情他了 他在他們學校後面 整個都是草叢 很空曠 他說真可怕 原來那個傳說是真的 什麼傳說呢 他那邊吹 然後突然覺得 四面八方有一種 風吹草痛的感覺 定住一看 蛇 你在練小喇叭的時候 那個蛇真的會被你 那時候 真的 亂講 真的 真的 那個蛇會被你引誘出來 他都會牙齒這樣 聽不到 可是 他是完全聽不到的好不好 他親眼看到兩隻蛇 兩隻蛇就是他的左右兩方 會這樣亂啞 你那個是眼鏡蛇 他那個應該是臭青母那種 臭青母只會蛇出來 但是不會這樣子 順便告訴大家 遇到眼鏡蛇的時候怎麼辦 怎麼辦 怎麼辦 打掉他的眼鏡 好爛喔 看不到你 看不到你 他就不會攻擊你了 然後呢 因為是小女生我就心生那種 幹什麼 把他閃拿掉 對… 對… 然後我就包容他了 每天晚上就聽他在那邊 可是有時候 小喇叭是個很吵 可是你想想他可愛的臉龐 也就還能夠平衡的過去 直到有一天我受不了了 因為他就交了一個男朋友 他那個男朋友呢 就是鋼琴彈得很好的 那這個小女生經過這半年的淬戀以後 小喇叭呢 從一直會出水到最後也OK了 可是變成說 因為有交男朋友關係 兩個人整天晚上在那邊 那個多厲害啊 一開始就這樣 這變成小喇叭 這變成小喇叭 抽打打跟鋼琴 會這樣 吃什麼 撞一個…五千塊有沒有 就這樣搞起來 後來… 你唱什麼 有…你沒聽過這個 撞一個…五千塊 有嗎 哪… 我這首歌 我不曉得以前憲哥教我的 我也不曉得 從哪裡都翻出來的 後來我投降了 半年一到 我就跟房東講說沒辦法 因為我不能去趕走可愛的小女生嘛 人家也是一個有自推廣音樂的熱血青年 那我就自己離開好了 對 像那種噪音的Julie有碰到嗎 我住在… 我樓上還有一戶人家 他們的小孩就迷上了所謂的彈珠超人 那是一個噩夢的開始 因為彈珠掉到磁磚那個聲音 那個聲音有多恐怖 它就像魔音一樣 而且每天準時九點鐘以後 你就聽到那樣… 滾動的聲音 就滾動 我不知道說你為什麼一定要把那個彈珠射這麼遠 因為他可以從我們家客廳一直到廚房 每天 而且幾乎同一個時間 我都可以知道說等一下那個彈珠超人又要來了 每天 那這樣真的會受不了 這很可怕 這個有時候是怎麼樣 我一個朋友那個屋子 四兄仔妹有說有死過一個小孩 然後後來重新改造的時候 那個設計師想說這邊死過小孩 應該做一點怎麼樣的事情 那個廳花板就放了一個彈珠 後來每天晚上就聽到有人 叭叭叭叭叭叭叭 是那個小孩在玩 你幹嘛啊 好可愛啊 你幹嘛啊 你幹嘛嚇到 你幹嘛嚇到 你幹嘛嚇到我嚇到 你就先嚇死我沒嚇到 你沒嚇到嗎 沒有 不過我覺得玉琳哥 我知道那是為什麼會這樣子 其實那個不是兇宅 他應該是海沙屋 你知道嗎 那個不平 所以他就是死的 剛才玉琳哥講到那個案例 我有聽過 以前我住在老家 就是很奇怪 每隔一段時間 就有人彈珠的聲音 掉下來的 對 對 我有一次忍不住了 他剛丟我一聽到 衝上去 一個人都沒有 真的假的 在屋頂 真的假的 這就真的遇到 後來 你看不到小孩子在玩 對 看不到的孩子 看不到的孩子 好恐怖 彥博你怎麼這樣 又有人冰著 又有什麼的 我們民意代表什麼都會遇到 好可怕 那你怎麼辦呢 就衝上去看就是沒有人 我就心裡毛毛的 我就下來了 就陪他玩 以後再聽到了我就不聽了 對 你要陪他玩 可是我們這集是講惡靈居 又不是這樣 對 被他講的惡靈屠寶 對 他怎麼講話 很帥 我們後來怎麼解決他 他小孩子叫他擔當 不是啦 不是啦 當運球啊 是啦 他生生死了 最近遇到惡靈居 就請法官用金錢懲罰他 那用什麼方法 那個求償得到呢 通常呢 你如果三線範圍在被你樓上 吵到一個 你就會腦神經衰弱 但我腦神經衰弱 我可能就會有憂鬱症 或者是有躁鬱症 我會要求 我們過去的時候 有看過 就是剛剛你講的 因為我不能請他吃飯嘛 所以我就送禮 送五盒彈珠 對 而且更大顆 他們自好口吃嘛 他們自好口吃嘛 沒有 我後來就是準備了一盒餅乾 就是還滿大的很漂亮 我就有一天就等 等到那個聲音出現了 卡卡 又來了 我就說彈珠超人又出來了 那時候我就去按他們家叮咚 那時候燈有被關掉嗎 不同家 不同人 有燈是開的 那麼多困擾 我就把這盒餅乾 我就說不好意思 我就說 因為那個 我想您家的小朋友嘛 那我就這盒餅乾送給你吃 那就是說 可不可以你下次再玩彈珠的時候 再小聲一點點 讓他知道你有 先禮後兵 先禮後兵 對 然後他媽媽就說 好 知道了 不好意思這樣子 我說因為有時候晚上太晚的話 會就是睡覺也聽 那後來彈珠聲音 晚上就再也不玩了 就玩白天 因為有時候等一下也不好意思 對不對 不好意思 只是你沒講 他也不會有問題 那是遇到精神狀況正常的 對 會惱羞成怒耶 有的人會 我不是 我不是你拿走 然後 轉 我小孩就叫他擔心 不是啦 他都沒一個人 很生氣 好戲劇 有的鄰居真的會這樣 夏誠哥呢 我覺得大家比較面臨 常會看 碰到一種狀況就是樓上 因為這是最直接的鄰居 對 漏水或什麼 對 我會先跟大家講 一個錯誤失敗 就是我看到報紙 有這麼一個東西 這是 這個陳姓男子 因為他樓上也是一個 姓陳的一個小姐 他就覺得他在上面一直在吵 吵的時候他的對抗方法 就是拿一個 看到沒有 拿了一個好像是掃把 還是什麼 我給你對抗 這樣頂 頂到最後的時候 結果大家一定會認為說 如果 是陳姓小姐是先吵的話 大家認為接下來有理虧 對不對 結果出了事情 是這位陳先生 為什麼 為什麼 第一個 你一直在敲他 他三千塊抄上去 他變成騷擾 強制罪 所以為什麼他會被法官 有沒有 這男的會被 法官判 就是說他有老齡這樣的情況 還緩 緩 這樣子 為什麼會這種情況 這就是我要跟大家講的 你要面對這樣 對付這種鄰居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去這樣子 往上一直這樣敲 或者是到網路上去買一種 叫做 叫做 對抗神器 什麼叫對抗神器 就是一種共振音箱 最近在網路上很夯 對不對 樓上如果吵得很兇的話 你自己錄好那個音有沒有 貼在那個天花板上面 然後出現那種 傳音的那種方式有沒有 對 然後把上面這樣子 就這樣講 不要吵 吵什麼 這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 那不是老齡嗎 算 所以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正確的方法是什麼 最重要方法就是 先收證 就是說 家裡面如果有些DV的話 也沒有收證 要是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他可以罰六千塊錢 好 所以你先去收證 那會不會認為說 那他怎麼收證呢 首先呢 他如果這樣子吵下去的話 如果你隔壁鄰居也告訴你說 我們真的有發現到 這樣的類似的狀況 另外可能會 不只吵著這一戶 都要吵著隔壁 一起作證 舉證 好 舉證很重要 另外就是什麼 請你們的管委會 或者請警察來的時候 來幫你作證 用這種方式有沒有 然後對付上面 那用什麼方法 那個求償得到呢 通常呢 你如果三千塊錢 被你樓上吵到一個 你就會腦神經衰落 但我腦神經衰落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有憂鬱症 或者是有躁鬱症 我會要求民事求償 我們過去的時候 有看過一個樓上 因為這樣子吵 用高跟鞋一直這樣敲 結果判賠樓上 要賠樓下13萬 賠這麼多喔 是 對 好 我們看 還有哪一種老齡方式呢 那我要分享的是 就是我們有遇到 那個惡鄰居 去占用那個公共空間 那因為之前我們家 就是有搬來新的鄰居 然後新的鄰居 就要在整修房子的時候 他就把那個 就是他把後陽台的地方 無敵的就是往外推 然後就是變成 跟我們家的鐵門床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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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近 近到那種是可以 就是 就是丟個東西過來說 要借醬油 還可以遞的那種近 那就是眷村的格局 很近 然後我們家是四樓 這樣子已經很誇張了 它頂樓 我們家頂樓沒有東西 但是就是 就是這樣 應該說妨礙到的是四樓的部分 但是它五樓也是往外推的加蓋 但是它五樓直接就是頂到了的牆壁 然後我們就去投訴 那它其實是有改善四樓的這種空間 但是它只是往裡調整一點點 大概十公分左右 就是還是非常非常的近 然後呢 它頂樓加蓋的部分 它就不去改 所以其實基本上是 等於是兩棟完全不一樣的房子 但是可以是連在一起的 那我們就是說 那你這樣子的話 以後可能會有招小偷 或者是等等的問題 是我們沒有辦法控完的 那對方的鄰居 就是真的是對面對面的鄰居 他說沒有問題 結果他過沒有多久之後 我們家就是有接到那個警察 來通知 就是說 因為對面招小偷 他說他懷疑是你們這一層 就是 是你們家這邊有人跑過去 透過那個就是無敵加蓋的這個地方 跑過去他那邊 然後所以說 就是有人來對我們 就是提出一些徵詢 還是什麼的這類的問題 然後就是很擾命 籃杆是外推 籃子外推是不是 對 按照這個我們相關的法規 這就是違建 違建 違法 我那時候我買了鋼房子的時候 我也想說我的陽台很漂亮 我想要往外推一點 結果我那個 我那個來做裝潢的是我堂哥 他說你這個是違建 那時候我還沒當議員 對啊 那好險 我當議員我的房子還外推 被人家擠化 我不是就不要選 而且對方陣營一看到 一看到就完蛋了 發黑 對啊 所以他跟各位觀眾朋友講 還有在座的各位 你們家要做欄杆的話 你只能做你們家的那個 就叫女兒牆的那個裡面 這樣子 如果你只要外推的話 那就是違建 違建按照台北市的規定的話 是集報集猜 對 還有集報集猜 對 所以剛剛現在局勢講 是屬於哪一種 妨礙公眾危害安全 這已經是公安問題了 潮身區塊 最常見的就是那個 就是有那個餐廳有沒有 就是一樓的餐廳營業 在後面的防火牆 堆瓦斯或是堆洗手台什麼的 你再用到的消防的 對 你再用到消防的 那個是不得了的事情 那一失火 真的是沒有辦法解決的事情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市政府這邊 就是你只要去跟建管出過什麼的 他馬上來查 馬上來拍照 那個就得馬上猜 這沒有什麼話好講 但是大家會覺得說 他好鄰居 樓下餐廳也不錯 樓下餐廳看到你是鄰居 這麼漂亮的鄰居 吃飯的打折對不對 大家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的是說 做活災這種事情 你不要遇到一次 遇到一次你就餘苦無淚 有時候連消防車 救護人員都進不去 都堆滿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最常看到 是一種老舊公寓 就是他可能就是 他是住四樓有沒有 然後他五樓是頂樓 他認為就是頂樓 因為他當初是一起買下來 所以認為就是說 這個上面的夾蓋 跟這個四樓是一整層的 他就把他用鐵欄蓋把他給封死 就是說上面都是我的這樣子 那個 現在你只要發現到這種情況 阻擋了你往上逃生的路線的時候 你是誰抱誰猜 這個是各縣市都是一樣的情況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是什麼東西 就是 像我以前有住一個地方 住一個地方的時候 就是 他會把他所有的東西 我說真的 已經誇張到什麼程度 鞋櫃 那個單車 籃球 足球 鞋籃球 還有什麼高爾夫球帶有沒有 全部把他擺在外面 然後他會認為說 那是我的地方 為什麼 因為我們那時候做的那個 有個個私戶 他是放在他的前面的一個位置 這樣子 但是那個是已經違反了整個逃生路線 你是隨時可以去檢舉的 然後檢舉之後他就可以開單 淘寶局會派人來拍照 第一次的時候他拍照的時候 他會把你貼在人家門口 告訴你 勸導 勸導 第一次沒笑的時候 第二次他就直接給你開單 妨礙公眾這個行為 其實已經危害到安全了 剛剛講的那種 把雜物堆在樓梯間 或者是門口 這種還是顯性的 有種是隱性的 我碰過是他們家裡面 在開那個私人的那個壇 那私人壇關我什麼事 私人壇就有問題了 因為我每天都戰戰兢兢 晚上睡不著 經常重複做同樣的惡夢 為什麼呢 會燒香 然後呢 在屋子裡面燒金子 我也是要親眼見到 燒金子 親眼見到那個 那個城坦那個門一打開 那個一陣風吹過來 那整個金子 就 迎面朝我那邊吹過來 也太危險了吧 所以才造成今天這樣子嗎 那今天怎麼 我就覺得 為什麼沒有人去制止他 因為現在不是政府的規定說 不能在屋內燒金子 會氧化碳中毒 對啊 而且他們奇怪他們家裡面還只遵滿堂 也沒有任何中毒的跡象 那個金子萬一飛出來 心火可以燎遠 萬一就整個這樣子燒掉怎麼辦 而且重要的是說 那個公共危害是說 因為你只要燒香不管你怎麼樣 那個關門幹嘛的 還是會從縫流出來 就會有那種很濃的香的煙味 我每次怎麼辦 燻的一聲 去上班 同事說 你剛才是去公祭喔 我說為什麼我去公祭 他說我渾身都是香的味道 就是會這樣 所以你那個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而且萬一你曬衣服的話 那飄過來你的衣服白洗 一定的啊 尤其是毛衣 好 毛衣一定都是那個味道 毛衣啦 皮衣啦 染上那個味道都除不掉了 我們還有一個是誰要來分享 惡禮的故事 就我那時候我住那種舊公寓 然後我住四樓 然後有一天颱風天的時候啊 然後它那個雨就這樣突然下很大 結果我就聞到滿滿的 好會心 千萬別走開 民意代表教你如何對付惡鄰居 如果你真的碰到這些狀況的惡靈的話 彥博教教大家 如果是你遇到是噪音啊 或是味道的這種這種的污染啊 或是這種騷擾的話 你在台北市的話 這個防火箱道如果有被贊助的話 那你可以通通 或是那個 這邊 就這個部分 它會馬上來處理 而且這個法座法管很輕 那時候我是那種舊公寓 然後我住四樓 然後樓上舊公寓 不都有那種公共空間嗎 然後剛開始我就上去樓上 我看到說一隻狗 然後就是很多 然後接下來半年就變成到 我不知道它是繁殖場 它是變成繁殖場是怎樣 它變成好像十幾 大概有快二十幾隻狗 然後那些繁殖場的狗 早上的時候 其實那些那個主人都把它放出來 然後那些狗在頂樓亂就是亂跑 然後大小便 然後主人你都不親 然後有一天颱風天的時候啊 然後它那個雨就這樣突然下很大 然後我們家就開始 因為我們是舊公寓 就開始漏水 然後我就想說我要去接水 然後接著想說 剛剛為什麼那個雨水應該不會是臭的 結果我就聞到滿滿都尿騷味 因為它尿都沒有清 所以它就滲進去 然後倒是我那個漏的水 全部都是尿騷味 這個小姑說的是什麼呢 官藝味道湊氣徐一天 真的 無形的香像 而且那無控服務你一定聞得到 對啊 那衛生習慣太差了 很多人養寵物 事實上就是說 寵物再怎麼樣子去把它給 就是做一些維護 它都會久了一段時間 由於夏天 味道就會跑出來 我以前曾經有碰過一個鄰居 牠養了四隻那個大型犬 就像黃金獵犬 阿拉拉巴拉多那個大型犬 在公寓裡面嗎 在公寓裡面 對啊 所以就是說 如果有人經過牠門口的時候 你知道那狗很容易會敏感 有人經過牠門開始就 那個聲音有沒有 四隻一起叫的時候 你會覺得快崩潰 會嚇人 這個並不是讓我崩潰 會崩潰的是那狗的味道 因為那個狗 我研判了 大概可能整個夏天大概只洗兩次 你說那個大狗大概三到四 沒洗的話 我們家那邊也有一次 對 後來我怎麼知道 牠不太會洗 不給牠洗澡 因為後來之後 我在我家的時候 就看到就從那個鳳裡面 就爬進來什麼東西 你知道那個狗柿子 那就給牠滴嗎 對 我們一般講狗憋子 狗柿這樣子 那個狗柿子肥到什麼程度 肥到我一個指甲這麼大 對 牠會洗髮 對 就從那爬進來的時候 我就嚇壞了 找不到 找不到就不會了 對 你如果有洗澡 就不會有這個情況 顯然牠根本就沒有 後來之後呢 我就去跟那個 牠沒有把這狗好好照顧啊 沒有 所以我就告了兩個單位 一個是環保 另外一個是動物保 因為牠並沒有愛護動物 對 這種情況 所以我後來之後 是用這兩個單位有沒有 來處理這個 該不會是牠追你們家貓 你才抓狗 我們家貓不喜歡這四條狗 我問過了 你問過了 你最近有接到一個案例 就是最新的了 就是很多時候大樓公寓式的那種 很多單身套房 就是單身很多住在一間一間 所以你的人的控制就很難控制 最近常接到就是有聞到那種 安非他命的味道 毒品 對 毒品 然後吸食的那種味道 都在那個套房裡面 對 都從那邊傳出來 然後你一直抓也抓不到 你知道嗎 你那種燒出來的那種毒品 你吸進去比二手燕還要糟糕 其實聞久了也會上癮就對了 會影響到你自己的這些 會影響到你的身體 通常碰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我會建議很多的朋友 就是你真的直接打警察 因為現在警察很缺業績 你講的是比較一般的住家的問題 就是說其實就是大家都要倒垃圾 那你知道垃圾沒有處理好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糟糕的事 那個粉牌的味道 對 我們現在都已經 其實台北市都做得很好 就是有那種分類的 可是就是有一些人 他就會偷吃包 你知道嗎 就是普通垃圾裡面放一些 載到台北線去丟 等一下 沒有自從 我們那邊離台北線有點距離 偷偷放在電線桿旁邊 所以他就是可能 包的時候沒有包緊 然後或者是 什麼東西刺破了那個袋子 那我們大樓都是有一個 集體收集的一個箱子吧 那每一層樓都有一個 那個鄰居他就是把它放進去之後 他就不管了 可是等垃圾園收走之後 下面都是水水 對 然後呢尤其最可怕的是夏天 那個太陽一曬下去 真的他就開始會長蒼蠅 久了以後 其實我那時候剛開始做的時候 是我每一天那個人一收走 我就去噴那個消毒水 可是沒有用啊 因為那個你只要電梯一開 就聞到那個腐敗的感覺 你不噴的話打開 哇 都是蛆 那不是同一個 我沒有住你隔壁吧 對 所以我覺得說 其實那個垃圾處理 是真的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對 不過今天講了這麼多這樣子的狀況 如果你真的碰到這些狀況 惡靈的話 如果是遇到是噪音 或是味道的這種 這種的污染 或是這種騷擾的話 你在台北市的話 當然就打1999 如果是在外縣市的話 不妨你們就直接打電話給環保局 以台北市的做法是說 我們環保局有加派人力 前幾天我質詢的時候 才說 你怎麼加了那麼多人 所以他來跟我講 就是說24小時 三班支24小時 只要你有人打電話去的話 就會馬上 馬上派人來處理 那比如說你那個 之前有一個案例 就是那種洗衣店有沒有 洗衣店在家就是洗一洗 那個票臭味會臭 然後那個環保局 打電話跟環保局 反正贏的話 他馬上就會來處理 那另外一個說 你們家如果是在防火巷道 防火巷道 或是你的這個 這個防火巷道有被贊助的話 那你可以通知消防局 或是那個建管處這邊 就公務局這個部分 他會馬上來處理 而且這個罰都罰款不清 而且你會覺得旅券不聽著 我們可以一直連續開罰 甚至還會有附上一些行責 所以這一範圍來講的話 你自己的權利 你自己的權利 你自己一定要顧 你只要把你的移居的 糾正的行為 如果你姑息養姦的話 那你到最後倒霉的是自己 我還強調一遍 你幾千萬 還不到一個好鄰居 對啊 那你還不如大家好好 教育一下你的鄰居這樣 真的 如果在客人忍受的範圍之內 我覺得真的 遠心不如敬禮 還是與何為 沒錯 好 謝謝四位來 你可以交代一下